项目秋初 在济南陡峭山林中 活跃着一支由11人40匹骡子组成的马帮队伍 来自广西的85后妥麦梅 是这个马帮队伍的女帮主 她每天和工友们跋涉于右援山上 指挥40匹骡子 驮着砂石等剑材 一趟趟穿过山路 往山里运送 8月18日 记者在婉言曲折的右援山上 见到了正在山间来回穿梭的马帮队伍 此时的土麦梅正坐在最前面的带路骡子身上 她干活利落 力气丝毫不弱于运输队中的汉子 她说 自己做马帮的生意已有13年 因为没什么文化 只能干苦力活 养家糊口 我们是做这个马队运输 它做了几年 做了13年 全国过地到处跑的 专做这个运输 每天用沙 水泥 石头去做这个登山不当 这是需要 工地上需要什么材料就拉什么材料 没有上个学 学力不好 做其他工作做不到 只有干这个鼓励 记者在半山腰看到 铲车挖掘机等现代化机械穿梭施工 但在更靠近山顶的陡峻山路上 只有马帮运输队奔布的生意 虽然名为马帮 但干活出力的都是骡子 拓卖媒介绍 每匹骡子单程能驼运 约400斤沙子或食材 它们力气大 耐力好 还是路 几乎我们走习惯了 他走一次了 这个路高低他就知道了 怎么走比较安全 这个也是个蛮聪明的 做是我们新工地 第一次带一匹骡子前面走 后面人一赶 走第一次 第二次就不用赶了 他自己装好东西 到卸货那里自己会停 马帮每天清晨和午后上山 正午和傍晚下山 中途要翻过两个山头 每次往返号时 近一个半小时 按重量和路程收费 再妥卖没看来 但这行很辛苦 常在险恶的地方拔山涉水 也有以电危险性 磕碰擦伤是家常便饭 因为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它背上背了几百斤 万一摔一个胶 不小心闪到腰啊 闪到脚啊 它上坡的时候 它往后倒 你人不小心把人也会弄倒 这方面都是要安全的 在我们做这行 又辛苦又不安全 年近四十岁的姚秀龙 已经入行二十余年 他的老家在广西山区 收获条件艰苦 做马帮运输 能带来可观的收入 家里条件贫困啊 高山地区啊 就出来一直干这个行业 一直干到这个时候 懒懒了 肯定是占主要脑洞力了 是吧 你的就是打覆手了 是吧 现在像这个程度 你想去放其他行业 又怕找不到事做 又怕小孩子 现在小孩要等着花钱 是吧 又怕找不到钱耽误孩子的学习 影响他们的未来 马帮的队员们一年到头 在外风餐露宿 赚的是辛苦钱 但想到能靠此有稳定的收入 供孩子读书 赡养老人 他们觉得吃些苦也值了 由于少年不在家 小孩大都成了留守儿童 他们希望通过现在的辛苦付出 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据了解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展 这支马帮运输队还要在济南右岩山上坚守两个月的时间 待工程收尾后 他们又将奔赴另一座城市 挑战下一座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